敏感肌能雷射吗? 打雷射可以取代保养肌肤吗? 所有医美知识大公开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对于医美雷射手术又爱又怕 还有满腹疑问的人这一集有福咯 因为我今天请到了医美大医师薛博人 他手上可是有很多女明星跟名媛贵妇哦 听说他的诊所最近流行 用雷射来做肤职管理疗程 这到底是什么呢? 医生我想问你 听说你有亚洲真神的美名 当然就是自我本人啦 就是嗨 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啊 就是要来聊聊医美的一些知识 因为我们Vogue的粉丝团里面 真的对于医美这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到底敏感肌能不能打雷射 应该在医学上分成敏感肌或者是过敏肌 敏感肌非常容易出现在大概三十五岁以后的女生 又是我 因为敏感肌就是一个老化现象 所以你老了就会敏感 很容易敏感 很容易敏感 对 那你的角质层变得越来越敏感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老化现象 对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那所谓的敏感性肌肤 大概我遇到的百分之五十的女生 都有敏感性肌肤的问题 就是擦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泛红啦 那或者是你擦的东西会容易刺痛 皮肤很干 那最重要在医学上上面发现就是很多女生有细纹或干纹 那我想应该每个女生都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你就是属于敏感性肌 那至于过敏肌大家可能有点误会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 你对一些药品过敏 或者是你脸上有很多的蛮虫 那大家不知道 那实际上很多蛮虫是因为我们脸上的皮肤 你的保护力不足 或是你本身就有天生过敏的问题 那你越擦越敏感 那脸上就会有一些像我们所谓酒造性肤脂 就是很容易会有蛮虫的一个寄生的现象 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确实在临床检测上面 看到很多客人 他们脸上就像动物园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到底能不能做医美雷射这一类的东西呢 如果说假设你是过敏性肌肤 我刚刚讲你可能对药品过敏 或是你经由皮肤科医师检测 你有蛮虫寄生的现象 你当然就是要先治疗好你的过敏 但是大部分女生都还是会落到 就是所谓敏感性肌肤的一个现象 那我刚刚一开始讲 它就是老化 老化当然更要用温和的雷射 跟现在所谓先进的医美技术来做保养 它才能够抗老化 所以敏感性的肌肤是可以做医美雷射 而且更适合 更应该要做 更应该要做 因为可以改善你的老化现象 敏感型的皮肤就会比较改善 对 那现在啊 因为刚刚医师有提到说 敏感型的肌肤可以做雷射 而且是比较可以做一些温和的雷射 那现在雷射的疗程有分哪些比较流行啊 那它真的很温和吗 现在比较流行的雷射 大概因为医美金流行了大概二十年 现在比较流行 像皮秒 可能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就是说皮秒 知道皮秒是一个秒的单位 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长度的单位 我举个例子来讲 好了 我拿一个热水碰你脸上 你可能觉得很不舒服 对 可是我如果可以把时间缩导到万分之一秒 我碰到你脸上 你可能没有感觉 可是已经达到我的治疗目的 这是皮秒的一个定义 所以它非常的温和 让皮肤在没有任何受伤的状况之下 那它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一个方向 跟一个治疗的一个想法 这是目前皮秒最受欢迎的一个 虽然恢复期就会很短 对 那我想要知道 做完雷射之后啊 医生其实也会给药膏 对不对 对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在做所谓养肤型的雷射 虽然说我们说养肤型 它是尽量减少刺激 它都已经很进步了 但是还是会稍微有点点刺激性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刺激皮肤的一个 修复跟再生的效果 一般我们会给一个很弱的一个雷固醇 或者是给一点点就是抗炎阻殖胺 让你不要敏感 那事实上它最好是建议使用 但使用时间不用太久 因为它最主要是提供你一个 不要让它破坏再更免重 然后可以提到一个赶快修复的一个效果 有减暖的会复起 打完雷射其实我们的脸最轻微的状况 就是会红红的 对 或者是干燥这样子 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红跟干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擦 就尽量就是建议 除了清洁干净之外 你可以多擦一些方向修复精华 让皮肤可以好好去修复它 可是我之前 大概两三年前打过皮苗雷射 然后我那时候做完皮苗之后啊 我其实都擦了一个这个 擦这个海洋拉纳的修复精华 因为他们这个品牌其实标榜 医美术前术后都能使用 那其实我自己使用的结果是蛮好的啦 可是听说你的诊所里面 也有很多客人用这个精华 那你自己对这个精华有什么研究吗 确实我们蛮多客人 尤其是老化型的肌肤 或是敏感性肌肤 他们喜欢在术后擦这一个保养品 因为我听说它是有很多藻类精华 那一般来讲敏感性肌肤 我们希望术后的保养越简单越好 就是简单的清洁 然后给它一个所谓的精华修复 可以隔离 然后可以去中和这些自由基 那我发现他们对于这个产品都还蛮喜欢的 那像这个海洋拉纳这个修复精华 他们其实这个在16年前就推出来了 这个产品是他们 那时候我应该还没出生了 所以 医生您说 对我已经老了 我很了解 这个产品 他们其实已经推出16年 听说也是海洋拉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命脉 跟他们的乳霜比起来 那它里面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有听过他们的传奇的故事 就是他们的这个创办人 因为一个化学性的灼伤 就研发出了这个浓缩的精华 那它是利用真空的方式 把那个聚枣浓缩起来 然后听说对一些敏感性的肌肤 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那我自己啊 其实也在多年前 曾经有搭他们的船 就是一个采集聚枣的船 去那个 跟他们出海去采聚枣 那我真的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聚枣 那个聚枣 他们就说是对于皮肤有很好的 什么东西都很大 对 哦美国 所以聚枣也很大 但是枣真的很大耶 然后呢就对皮肤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这个海洋辣的这个修复精华 他们其实重点就是有用到那个聚枣的成分 像这个聚枣 不管是聚枣啊 荷枣啊 红枣 我觉得好像在保养品界 蛮多成分会用到的 我想除了洗澡 我非常有专精之外 枣类大家现在都知道说 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精华 因为我们生活中 不管是UV残妆 或者是生活中很多的毒素 会让你有自由基 所以现在抗自由基是一个显学 那枣类确实有很多 综合自由基的一个效果 对 不管是内服或外用都非常的好 那他们这个啊 其实是现在就是第三代 因为刚刚有符合医生说的 就是他们的前两代都是针对 对内对皮肤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他们第三代还加了一个莱姆茶的萃取 对肌肤有很好的防御效果 雷射前后其实都可以做好皮肤的保养 然后对于外在的防护也很重要是不是 当然 因为术后最重要的要修复它 因为它有一些刺激跟微发炎 我们需要赶快把这些自由基中和下来 能够让皮肤去赶快再生胶原蛋白 然后修复所有皮质层 当然隔离也很重要啊 你不隔离 你不断的破坏修复刺激 它就可能会产生过破坏 或者是说更容易敏感 所以它的第三代加了这个防御的功能 其实你觉得这个产品的功能也蛮好的 就是可以大大的提升 对 因为很简单 它就有修复又隔离的效果 对 那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敏感性肌肤 在术后就是做好清洁 然后能够给它一些修复跟隔离精华 像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产品 实际上还是蛮适合男女生术后的一个使用 那另外我自己啊就是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它的质地的 那医生你有用过吗 我有偷偷被擦过 我觉得它这个质地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油性一点的 它擦完之后啊 就是它擦完之后 它在皮肤上会有一种隐形绷带的感觉 就是好像会有一种防护的效果 我觉得真的是女生真的会很喜欢这种 然后你擦完之后你也细纹不见了 对 我手上有很多细纹 对啊 就是我不知道镜头看得到看不到 因为它上面就是会有一种 呃 雾面感的隐形绷带 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好疗愈哦 就是觉得很舒服 所以难怪很多 人家手现在看起来 一边手男年轻人20岁 一个15 50岁 一个30岁 就它有点柔肤嫩肤的效果 难怪很多宁诊所的贵妇也很喜欢这一瓶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做的那个VOGUE的粉丝调查里面 大家也会觉得说 我在术后的保养也很重要 就是雷射的保养也很重要 那我想问一下医生 如果说我们已经把雷射疗程做好了 那一般我们的保养应该要有哪些建议比较好 嗯 一般来讲 清洁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所谓的敏感性 现在我刚刚讲老化是敏 老化就是敏感性肌肤 嗯 很多人都是过度清洁 长一点粉刺就赶快去挤啊 对 刚刚去做脸 那有时候你过度清洁 我曾经听到 我有客人是三天就去做脸一次的 频率太高了 对 你清洁过度 你可能你所谓皮质层跟脚质层 它都已经太薄了 它有些人当然是天生的 对 那这样的肤脂 更应该用所谓的雷射养肤 那我想问一下 刚刚医生有提到 就是说清洁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做完这些雷射的疗程之后 我们要怎么清洁 是要温和的清洁还是正常的清洁 雷射束后在第一天 对 因为你会有一些小小的微伤口 对 当然就是温和的清洁 大概三天之后你就可以回复 正常的清洁 对 但是还是要强调 你术前说不要使用酸类的东西 对 因为它会让你过度的去角质 还是比较容易很敏感的 薛医师我之前 其实有做过皮秒的疗程 那我那个时候 就是擦了这个修复精华 再加这个海洋拉娜的乳霜 我觉得用完之后蛮好的 那以医生的看法来说 我这样用对吗 好不好 实际上不管是所谓的敏感型肌肤 不管在平常做过术后的保养 或者是平常说在做一些保护 我们都会建议说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啦 但是如果能够再加上乳霜的 一个双重的保养 因为很多所谓敏感型肌肤 皮肤都很干 很多细纹 对 做完蕾色之后 皮肤就会觉得很干 会脱皮的感觉 所以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 我再加个乳霜 它有一个安心的作用 当然在医学上面 它确实有可以增加这些隔离 或是能够滋润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建议使用 那除了就是使用修护的 这种蕾色疗程之后 使用具有修护效果的这种精华液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保养上的建议呢 那再来就是要防晒 防晒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你做完术后 不管你没有做蕾色 平常时候你就是要防晒 UV是让你老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还有生活中很多所谓的自由基 或是一些毒素 包括你残妆 你都要做好防护的动作 所以防护啊 还有所谓防晒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种年纪的女生是一定要查 对不对 对 就是像你这样大概25岁左右 女生到50岁基本上 20岁 都是会非常的适合这样子一个 就是双重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而且做这样的保护之后 加上我们所谓的蕾色的一个防护 对 你都会看起来永远是25岁 不管你是20 30或40到50 看起来都会像25岁 都会让你的初年男友看到的时候 都会有最心甘的效果 那医生你觉得目测 你大概猜我几岁 我们可以结束了吗 既然医生不愿意猜我的年纪 那如果下面的人你们想要猜我的年纪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 五分钟 咱们熬啊 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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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钟 三分钟 在下面留言 U 五分钟 五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